上次說到宣冊在城樓之上 請齊將軍來大排延席款待陳鎮 他們喝酒 既然各位將軍交頭接耳自知沉沉 然後就紛紛落樓 宣冊莫名其妙問是甚麼事 左右的侍從便稟告他知道 將軍呀 有個人叫余神仙 剛剛在樓下經過 將軍想去拜他 宣冊站起來 乖住在欄杆樹上看清楚是甚麼事 只見有個導人 身上披著一件用長毛做的外衣 督著長拐掌 站著一條老鼠 那些百姓個個都焚起香 在路邊猛地對著他叩頭 宣冊發火了 是個甚麼妖人呀 替我抓他來 那些侍衛就說 這個人姓余明吉 他在東方住的 經常來誤會 施捨扶走藥水 和別人醫病 各種各樣的病症 沒有說不好的 現在人人都稱呼他為神仙 不要得罪他呀 將軍 愈是敢罵孫賊就愈生氣 快點抓他來 遺抗這宅 那些侍衛沒辦法了 唯有落樓 湧著於吉上來見孫賊 孫賊就渴了他 你這個大膽妖道 是鼓惑人心 貧道乃是狼爺公道士 在順帝的時候 有一次入山採藥 在楊曲泉水之上 得到一套神書 叫做太平清領道 整百幾卷這麼多 都是醫人病痛的藥方和辦法 貧道得到這一套神書 唯有就是代天行善 普舊萬聞 從來都未要過人家一分一毫 怎能說是鼓惑人心呢 哼 你一點事都不肯要人家 那麼衣服飲食是哪兒來的 你就是黃金張國之流 今天不殺你 必為後患 真是 拉他下去斬首 張超勸句話 主公 于道仁在江東幾十年 並無過錯 又沒有犯法 不能夠殺他的 你們這樣的妖人 我殺了他 不是跟湯豬湯狗一樣嗎 那幫官員 又苦苦地勸奸說不要殺 陳振亦勸了一份 但是宣賊得怒氣未消 還叫人把魚吉混在牢裡 本來喝開酒很高興 被這件事衝 什麼引頭都沒有了 那不是散席 陳振亦回去賓館休息 這些就不說他了 那今天這件事呢 早就有人說了給孫賊的母親 吳太夫人知道 所以孫賊一回到家裡 他母親就叫他進去後堂跟他說 我聽說 我聽說你將魚神仙 困住在牢裡 是嗎 這個人 時時都幫人醫病的 軍民百姓 對他十分敬仰 千萬不要加害於他 母親不要聽那些人亂說 鞋疑自己會做 孫賊走出去 就叫玉尼押魚吉出來 準備審問他了 原來這群玉尼 都是非常尊敬魚吉的 魚吉雖然冒犯在牢裡 但是手撩腳靠等等的刑具 都是跟他脫開了 等到孫賊現在說要提審他了 才臨時跟他帶回家鎖 誰知這件事被孫賊知道了 生氣得不得了 重重地處分那群玉尼 然後把魚吉擔家上鎖 運回入牢 第二天 張超等幾十人 聯名寫了一份請求書 就懇求孫賊放回魚吉 孫賊就對他們說了 各位先生都是讀書人 為什麼這麼不懂道理呢 往時交周刺史將軍 聽信邪教 焚香奏惡 用條紅筋包著頭 說這樣做就可以在出兵打仗的時候作威 後來最終被敵軍殺死 這些這樣的事 極之無益 諸君就是未醒 我只要殺魚吉 正是為了要禁絕邪氣 使得迷信的人能夠過誤過來 呂犯說了 我素來都知道魚道人能夠奇風土雨的 現在正是天寒 不如叫他求魚來贖罪吧 好不好呢 哼 讓我儘管看看這個妖人怎樣才行 於是孫賊就叫人在監獄裏面 拉了魚吉出來 開了枷鎖 叫他登壇求雨 魚吉說得 接受了命令 立刻沐浴更衣 拿條繩來綁住自己 走上壇 站在烈日之下 嘩 聽說魚神先來求雨 城裏面的老百姓 行得路的都能出來看 不行得路的都要抬出來看看 人山人海 水舌不通 魚吉對大家說 我求三赤金林 拯救萬民 但是呢 我終於不免一死的 大家就說了 如果靈驗了 主公必定敬服你的 還怎麼會殺你的呢 不會的 魚吉就說 氣數已經定了 恐怕走不掉了 過了沒多久 孫賊親自來到壇樹 當眾宣佈 如果午時還沒有雨落 即刻燒死魚吉 跟著 就命令士兵搬些乾柴等 就來到午時了 狂風罩起 風過之處 四周圍烏雲漸漸合來 但是孫賊說 已經快到了午時了 正是有烏雲 有一滴魚都沒有 他正是妖人來 孫賊不理那麼多 立即看那些士兵 將魚吉抬上去柴堆 四個國一起點火 火除風勢 很快就燒到狠狠聲 哎呀 糟了糟了 眼看著魚吉就要被大火燒死了 忽然之間 只見一度黑煙 直衝上天 跟著 電閃雷明 啪啪聲 立即就大雨傾盤 倒水那麼倒 那些火燒了就不再說了 真是話都沒那麼快 看著街市城河 溪間都滿了 足足有三尺好雨水 魚吉打傲地躺在柴堆上面 這個時候 他大喊一聲 停 真是漂亮 馬上就雲羞與血 又出回日子了 真是活神仙 所有的官員和老百姓 立即湧上去 將魚吉在柴堆上抱下來 和他解開承索 大家就跪在地裡 叩頭多謝 都不知多誠心誠意 宣策見到的官員是這樣的 百姓也是這樣的 雖然地下水汪汪的 連衣服都不顧 一樣跪在地裡 拜魚吉 吐到他不得了 他罵那些人說 好天落雨都是天素 這個妖人 不過偶然後正機會 你們這些人 都受他迷惑這麼蠢 人來 即刻將魚吉斬首 宣策的港員 一聲拔出劍 那幫文武官員慌 求到雨了 還說要斬嗎 就一美懇求宣策不好了 宣策發火了 你們想做什麼 想跟著魚吉造反 是不是 這麼說 造反 這麼得了 個個都不敢出聲 宣策叫刀夫手去斬魚吉 一刀下去 魚吉就人頭落地 咦 只見一道青氣 向著東北方飛去 宣策又命令將魚吉的屍體 放在街市來示種 說他是用妖法迷惑民眾有罪 當晚 黃風黃雨 到了第二天早上 奇怪了 不見了魚吉的屍體 看守屍體的士兵就去報告宣策 宣策扭起上來 想殺了那個看守屍體的士兵 忽然間 看見有個人 在大堂前面 慢慢慢慢地走進來 一看 原來是魚吉 宣策更加生氣 正說想拔劍出來斬他 他突然暈倒 大堂站在地上 不省人事 嚇人了 士兵就趕的急救起他 抬他回到我室 過了很久很久才醒醒 吳太夫人知道了 誒呀 放到老人家手疼腳振 走来探下个儿子 他对孙策说 儿子呀儿子 你先杀了于神仙 太过冤屈了 所以招了和殃 母亲你不必过累 孩儿自小跟随父亲出征 杀人如骂 何时有什么和殃 现在杀了这个妖人 正是根绝了和患 他还怎能够害我 就是因为儿子你不相信 所以搞到这样 我说要打照来消灾才行 母亲 我的命在于天 妖人决不能够害我 何必打照消灾呢 吴太夫人想起儿子 都是劝不听的了 再说都是这样的 就安慰孙策几句 自己就翻车 然后叫人静静 找和尚道士打照 和儿子消灾 当晚二更 孙策正在睡着 忽然 那一阵阴风 那盏灯啊 闪着闪着闪着 识一识又亮 咦 在灯影之下 见到余吉就站在床前 孙策大声哼他 我平生誓杀妖妄 安定天下 你是个鬼魂 那么大胆 走着我 屁 一手拿到床头的剑 扔过去 诶 于今忽然又不见了 第二 吴太夫人知道了这件事 就担心到死了 孙策就为了安慰母亲 硬起身 装作武士 就使母亲欢心了 吴太夫人对孙策说 圣人都说是有鬼神的了 不何不信啊 你屈杀了于先生 怎么会说没有报应的 我已经吩咐人 在玉清冠开坛打招了 你要亲自去上香参拜 那就自然逢胸化吉 消灾免祸的了 孙策是个孝顺仔 不敢违抗他母亲的命令 唯有勉强坐轿去玉清冠 那些道士迎接了他进去 请孙策上香 孙策上香 但是怎么都不肯拜 突然间 香炉上面那些烟 醉着不散 就结成一朵五色云起 于吉就端端正正坐在上面来 孙策斗啊 呸咬到口水 骂了几句就走出大红宝殿了 糟了 又见到于吉站在大殿门口 卤着嘀讨的 灯大双眼 图定孙策 孙策问他的侍卫 你们见不见那个妖鬼啊 蛤 鱼公 我们不见吗 不见 孙策越发生气了 就懵出一把劍一唔 向于吉轉過去 當時有人中劍打去樹 大家上前也看 原來就是前日動手殺于吉的小章 被那把劍砍中了頭殼 佛挑流血死了 孫策叫他抬了他出去埋葬好 等到孫策走 逛出一間玉清棺的時候 又見于吉迎面走進門口,孫賊說:「這間玉清館也是妖人藏身之地。」 於是就叫人擔張椅泥擺在門口,他坐正在那裡,叫五百名士兵立刻動手拆掉玉清館。 那些士兵剛剛上屋頂揭牙,只見于吉站在屋頂上,飛鴉片扔落地。 孫賊氣得火遮眼,立即下令趕出道士,防火燒屋。 火光一起,又見于吉站在火光之中,氣死來了。 孫賊氣得呼呼聲,坐腳回家,又見于吉站在屋頂門口。 好,孫賊不回家了,接著點起三軍,出去城外安營窄寨, 就召集所有將領謀事來商量,想起兵去幫助袁紹甲公曹操。 那些長官都說,主公身體不舒服,不要動了, 還是等病痛好之後,再出兵都未遲。 當晚,孫賊就在軍營睡,又見于吉披頭散發走進來了。 搞到孫賊整晚無法睡,一尾武亭口大聲喊罵。 翌日,吳太夫人派人來叫孫賊回家, 孫賊就回去見母親了。 吳太夫人一見到孫賊,唉,真可憐, 只見她形容潮水,眼淑深深面色又青又白, 忍不住就流起眼淚來說, 唉,兒子呀兒子,你落了形了。 孫賊立刻拿面鏡來照拍, 哇,果然瘦得不像人的樣子,大壞的驚。 對那些示威說,我為何潮水到這樣? 話口未遠,忽然見到于吉站在面鏡上, 啪,啊,啊,啊, 孫賊因拍面鏡大叫一聲, 傷口裂開,整個暈倒在地裡。 吳太夫人立刻叫人扶她回到俄室。 過了一陣,孫賊甦醒回來, 她長嘆一聲說, 唉,我不好得回, 殺死的啦。 接著,她叫張超等等一班人, 和她弟弟孫賊來到病床前面, 祝福他們說, 現在,天下正是大亂, 以我們吳越那麼多人, 三江那麼險固, 大有可為, 希望指報你們各位, 好好地幫助我弟弟, 。 孫賊於是叫人拿大印出來交給孫賊。 如果, 說到率領江東的兵馬, 在兩軍對陣之中, 當機立斷, 和天下英雄抗爭, 你不及我。 但是說到善於用人, 發掘大家的長處, 使得人人都割盡其力, 來確保江東, 我就不及你了。 希望你, 乃年父親創業那麼艱難, 好自為之呀。 孫賊一面放聲大哭, 一面跪在樹接著大印, 孫賊又對他母親說, 是以天年已經盡了, 不能夠侍奉母親了。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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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我大印交給弟弟, 望母親事上教訓他。 咦! 父親舊時用開的人, 千萬千萬不要抬蠻他們呀! 兒子, 兒子呀! 就是怕你弟弟年紀輕輕, 擔不起那麼重的責任, 那怎麼辦呢? 母親你放心, 弟弟的才能, 剩下二十倍, 完全可以擔得起。 日後, 內部的事情難以解決, 可以問張超, 外面的事情難以解決, 可以問周瑜。 唉! 可惜周瑜不在, 我不能夠當面祝福他呀! 然後, 孫賊又叫齊弟妹來, 釘了他們說, 我死了之後, 你們都要齊心合力, 輔助眾謀呀! 宗族裏面, 有誰心懷疑志的, 你們就一起殺了他! 我們孫家的骨肉, 如果有人做叛逆, 他死後, 不准入祖墳安壯, 近盡慶長之命! 孫賊又叫他妻子喬夫人來對他說, 我和你不肯中途分離, 你必要孝順母親呀! 什麼時候你妹妹來啦! 你就叫他轉告周瑜子, 要盡心盡力輔助我弟弟, 不要辜负我平日对他的期望 一说完 双眼一合买 那就细细了 当时孙策只有二十六岁 后来有一首诗赞他 首诗是这样的 独占东南地 人称小霸王 混囚如虎巨 决策似英阳 威震三江静 明文四海乡 临终为大使 专二属周朗 孙策死 孙权哭得扑在床前来 张超劝他说 将军 现在不是你哭的时候 应该一边扮丧事 一边治理军国大使 于是孙权就抹干眼泪 强忍悲痛 张超就分派孙政来负责办理丧事 同时就请孙权出唐 接受众位文武官员的潮贺 孙权生得阔口大面 逼眼指缩 上贸其位 当时他接替孙策统治江东的时候 才是十八岁 孙权秉承孙策的遗命 掌管江东 一时头水昏云 不知道怎样才搞得到 这一天 周瑜在巴休带兵回来了 孙权一听说周瑜回来 他就说公正回来 我就不用休了 原来周瑜 他一直守卫在巴休 巴休乃是东吴的重镇 即是现在湖南岳阳 周瑜听闻孙策重箭扶伤 就立刻赶回来问候 谁知就来回到吴郡的时候 就得到孙策已经死了的消息 所以就漏夜赶回来奔丧 他入到领堂 周瑜怎么都忍不住眼泪了 跪在孙策的棺材前面扣了几个头 眼泪巴巴声地漏 十分哀痛 吴太夫人把孙策的遗嘱说给周瑜听 周瑜跪下对吴太夫人说 我世效劝马之力 杜死放忧 过了一阵 孙权来到了 周瑜拜见了他之后 孙权对他说 希望你不要忘记先兴的遗命 我愿干怒徒地 报答知己之恩 现在 我继承父亲的事业 要用什么办法来守住他好呢 自古说得人者枪 失人者亡 违今之计 必须要有一个高明远见的人 来辅助将军你 那江东的大局就可以定了 先兴的遗言说 内部的事情可以委托子暴 外面的事就全靠攻紧你了 子暴是个言达之事 完全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不过 我财疏学潜 恐怕有负期望 因此 我想举荐一个人来辅助将军 谁呢 这个人 姓老明叔 自止境 是临怀东村人 他空怀涛掠 复引积谋 军事上的素养甚深 他年轻的时候 父亲就死了 他对母亲非常孝顺 他家极之富有 经常周济穷人 以前我在居巢带兵的时候 有一次率领几百人经过临怀 因为缺粮 听说老叔家有两仓米 每仓三千石 所以就去求他帮助 一开声 老叔就送了一仓米给我 由此可见他慷慨到这样 他平生喜爱 击剑 骑马 射箭 现在他住在曲窝 最近他祖母逝世 他又回到东城安葬祖母 他有个朋友叫做刘子阳 听说他要约老叔去潮湖 投奔郑宝 但老叔还在囚绪中 未决定去不去 请将军快点去请他来 孙权听了好欢喜 就叫周虞去聘请他 周虞就亲自去了 见了面 走过礼 周虞就对老叔说 孙权对他非常仰慕 好希望他出来做事 老叔说 最近刘子阳约我去巢湖 我很快就要去了 志敬兄 以前马桓对光武帝 说过的说话很有意思 他说 当今之世 非但君宅神 神亦宅君 确实要选择 现在我们宣将军 对各种人才的爱护和敬重 是誓所罕有的 志敬兄 你无谓想这么多其他的地方 就是和我去投奔东吴就对了 老叔听他说 和他一起去见孙权 孙权对他十分敬重 和老叔谈论起天下大事 谈足一日这么长都不觉得累 有一天 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散了 孙权留下老叔在那喝酒 到了夜晚 两个就妈铺同床粉 两个人一直聊到半夜三更 孙权说 当前 汉室倾危四方纷扰 我继承了父亲流下来的事业 我说好想效法齐援功 晋文功黄霸之业 请先生你指教我 怎样做得好呢 将军 以前 汉高祖曾经想用过 尊崇二帝的名义 来扩充自己势力 操纵其他的诸侯 但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汉宇在和他争 今天 曹操就好比汉宇 那将军你还有什么办法 学得成齐援功晋文功呢 照我淺楼的看法 汉室是不能复兴 而曹操 不能一下就消灭 以将军来说 最好就是蜡烛于江东 看定天下事情的变化 当前趁着北方多士 出兵去剿灭黄祖 进攻楼表 占据整个长江楼域 然后建立帝王称号 夺取全天下 这个 乃是汉高祖的事业 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十二十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